经中日双方声订,在曼谷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,习近平主席将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晤。 这是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,具有重要意义。 双方届时将就中日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。 中日互为靖灵,同为地区重要国家,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,双方应顺应潮流大势,坚持和平友好,深化互利合作,妥善管控分歧,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。